是所有昵称都被占用 只能哭出来的 好味点点点的留言 他分享个笑话 他说第一次留言 但你小紧张 看到一个有趣的笑话 想给脆脆投稿 猪如果不想被做成东坡肉 那要怎么办呢 不知道 东坡肉 这个笑话是需要一点 就是一些文化知识背景 要有些体验 读过一些书 这有办法 就是听出 就是他想要讲什么 那你说吧 这要怎么办 要逃离书士全 没有关系 下一者怎样 还行吧 还可以吧 至少你们都猜不到 笑话就是要很巧妙 让你隐隐约约 但是有一听到答案的时候就 哦 我听到答案的时候有哦 果然是因为你过度解读 只是因为你们听到答案之后 发现说 原来是我这个 文化底部不足 我都没脱脆 你小的脱脆不脆 你最厉害 你最厉害 好最后一个 这个是黄怡萍的留言 忍不住想要跟好位小姐 分享 这是她跟她老妈的对话 框 老妈说 好好念书知道吗 妈妈花那么多钱让你上大学 就是希望你又可以人头落地 听不懂 听不懂 不要变笑变讲 这是第一句 我这是会忍住 好好念书知道吗 妈妈花这么多钱让你上大学 就是希望你以后 我还不行 真正 她说 你需要协助 好了不行了 最后句 就是希望你以后可以人头落地 然后她就问她妈说 所以你想说的是 出人头地吗 她妈妈把出人头地打成人头落地 就这样 超好笑的欸 我这次终于好好地把这句话讲完了 你才没有 你没有 那我再来一次 好好好 好好念书知道吗 妈妈花这么 哈哈哈哈 好问题的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她已经知道这故事在讲什么了 我还是不行欸 我可以 陈川你可以 再给我一次机会 她说 第一句就宝贵 算了 太长了 好烦 这套太长了 已经造成了简介的困扰了 好烦喔 这套太长了 好烦 好烦 这套太长了 我还没到 海南 我还没到 我还没到 这套太多 我给你 我还没到